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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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拉緊 肌肉反而有可能被拉直 然後變得更緊繃 所以其實很多開完刀 還沒有更好 對我們來說是這個觀念 就是說你其實是肌肉拉緊 不是脊椎歪掉 然後把它撐直就好了 我們是要找源頭說 為什麼會被拉緊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找到間椎這一塊 如果從間椎條 它會放鬆的話 那它可能就不是要這邊的問題 剛好講這個觀念 其實開刀還是可以調 因為很多人開完刀 它可能就算搭配運動還是什麼 都沒有比較改善 那就很有可能是間椎這邊運氣的 OK嗎 安全性 如果只講安全性的話 當然沒問題 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你如果剛好受傷是心傷 而且在間椎的時候 這時候試著去調那個地方嗎 心傷的時候最好動 對我們來說心的受傷 反而最好動 一個前提是什麼 就是它受得了 它受得了 因為它假設 它假設間椎 我就講我之前碰到 它就摔到 摔到尾椎左邊 它摔到尾椎左邊 它直接坐下去 它說它在打球 然後不小心踩到東西 然後直接坐下去 那它重量又很重 輕輕一摔 左邊屁股痛 碰到夾緊 受不了 然後走路都不好走 那它隔天就直接來 因為它原本就固定有在調 然後它剛好 要調的前一天去摔到 然後它跟我說尾椎受傷很痛 然後就屁股很痛 然後我就去促整 欸真的 促整的時候真的受傷 然後促整的時候它更痛 然後我就直接幫它矯正 直接幫它調 直接幫它調 它調的時候也是非常痛 然後調完反而變不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看很簡單的結構 你骨頭受傷了之後 骨頭受傷了之後 人是有這個保護措施 就是你會覺得痛 如果真的看怎麼受傷 不管說 有些人骨折 骨折 有些人它只是肌肉拉緊 或者說重傷 錯傷 那我去促整的時候 它會不會很痛 它自己知道 它會不會很痛它自己知道 它痛到受不了它會有反應 所以能不能調 你去促整去試調的時候就知道了 你在壓的時候 它真的痛到受不了 那當然不要壓 因為有可能皮膚的傷 讓它更痛 也有可能它骨頭傷得太重 那就不要壓 可是你壓的時候它還受得了 那反而是還有心傷的時候 那時候去調最快 為什麼 因為 腱椎受傷之後 身體的保護 保護方式 它會讓這裡 例如說你就傷到S3 身體保護的機制 周圍的骨膜 周圍的肌肉變緊繃 去保護它 其實肌肉緊繃 後來都可以變放鬆 可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骨頭表面的骨膜 你受傷了之後 周圍的骨膜會增厚 會真身增厚去保護它 時間越久就越厚 時間越久就越厚 因為傷你有恢復啊 骨頭受傷了 錯位了 原本一個平面 它變成一個落差狀 畫這個是很誇張啊 可是 可是正常 正常就是會有一個落差 它就是放很大 它可能就長這樣子 這落差沒有恢復 表面的骨膜就一直增深 一直增厚 一直增厚 越來越厚 啊 越來越厚 反而我們從 表面 要去矯正它 變成一個阻礙 它擋住我們 那個骨膜擋住我們 而且那個骨膜不只擋住我們 它把這骨頭裂縫包得緊緊的 讓他們想要調它 它還把它拉回去 我今天要調它 它又拉回去 調它又拉回去 所以時間拖越長 反而越不好調 啊 剛剛想欣賞這個問題 就一個原則 它要受得了 它受得了的話 就可以 不要說它壓的時候 就痛到都緊縮了 它整個都受不了了 那當然不行 OK嗎 也是有風到有人剛受傷嗎 是 那有四條 那有四條 那好像跟我們平常學習 會有點 那個觀念上會有點衝突 因為避免在傷口上再灑鹽 所以 這動作有可能會考慮說避開 或怎麼樣 那我不知道老師 你有特別說 針對這樣的話 從別的地方先處理 再回來處理 還是怎樣 還是直接這樣處理 就是 以我們來看 你摔到這一個點 假設它就摔到尾二 我沒辦法從其他地方去調到尾二 對 所以 其實還是只能從這邊 還是只能從這邊 只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說 S2尾二會互相影響 假設我說這個尾二 S2尾二會互相影響 那我可以調S2 可是 效果不會非常卡 因為它是摔到這邊 它是摔到這邊 調這邊可能就幫助放鬆一點點而已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頭顱 我們就是爐劍嘛 從頭顱也是調 可是它重點還是摔到這邊 如果真的要解最後還是要調這邊 可是它真的很痛的話 那就不要 因為我們說不要去處理傷口 大部分就是因為 有一些是有外傷 有一些內傷裡面的組織受損受傷了 要的時候會很不舒服 反而一致增生或一致恢復之類的 這樣子 它會很痛 它身體會有反應覺得不對不行 所以我說這個人體原本的機制 就已經是很好的判斷點 原本的身體受不受得了 它會反應得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調清醒的人 就是說它要意識都很清楚 不要說臥床壓沒有感覺 那個壓其實很危險 OK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嗎 還有嗎 OK 都沒有了 開始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會講 胸椎 上禮拜講腰椎了 這禮拜就是進到胸椎 腰椎是幾對神經 神經 我們先講神經 腰椎幾對 L1到5對 上禮拜是摸5對神經 胸椎有幾對 舌腿沒錯 多2倍快要3倍 所以要多摸很多骨頭 上禮拜算是初級了 這一半要直接摸2倍 會變比較難 一樣從腱椎開始 上面 我們主要是促整胸椎 所以我先畫胸椎的位置就好了 舌腿 這是從T1到T12 我這個只畫胸椎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只講胸椎 胸椎其實 上禮拜講的腰啊 或是說腱椎 如果只有腰的話 比較多影響是影響到腳的一些痠痛嗎 或是說 我們講說一些外科症狀 胸椎它有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它影響蠻多內科的 以我們臨床上 或影響到比較內科的 幾乎都是在胸椎這一塊 為什麼是這邊 你看我們人的那個模型 要拿它模型 這個骨頭 頸椎胸椎 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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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主要為什麼會都在胸椎 主要為什麼都會在胸椎 你看人體人內臟大部分都在哪 如果說不看這一塊下面這邊有什麼內臟 這邊 旁光 先進去 先進去是選什麼 女生的話有子宮 旁光 或是說一些 男生就是攝護腺系統之類的 大部分 這邊就這些器官 還有其他器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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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 大腸 腳腸 基本上 除了這一些 沒有其他器官 再往上其他器官全部都在這裡 剛剛講到 剛剛沒有講到的器官全部都在這一塊 所以基本上胸椎會影響的就是剩下的 為什麼會影響 因為我們講 正常都講力學 力學是講什麼意思 間椎 怎麼影響脊椎 這是力學 就是肌肉的走向 肌肉 間椎S1到S5 怎麼拉緊 頸椎胸椎腰椎 這個叫力學 就是肌肉 另外一個是神經學 是這些脊椎 影響什麼疾病 我們自己說是神經學 就神經怎麼影響成疾病 你看 講這個神經其實很重要 神經控制肌肉 這應該沒問題吧 神經控制肌肉 所以如果你神經有被壓迫到 不管是脊椎歪斜壓迫 還是說直接撞擊的受損 基本上你神經只要有問題 就會造成肌肉不對 肌肉不對的話 就會拉扯到內臟 就會引起內臟的不對 這邊有問題嗎 還聽得懂嗎 還OK嗎 神經影響肌肉 我們的內臟基本上就是掛在這個骨架裡面 我們的內臟基本上是掛在這個骨架裡面 靠什麼掛 要不然就是肌肉 才有辦法穩穩地掛在那邊 那如果這些神經被壓迫 神經讓肌肉不對了 那它就會影響到內臟 假設說 假設舉一個最簡單的肺部 肺部原本我們吸一口氣這麼大一口 它稍微被壓到一點點 或是說肌肉比較緊繃壓到一點點 你每一次吸這一口氣就少了一點點 那就是異常 那久了就會慢慢影響到肺的問題 那這個異常也有可能 進而再影響到其他器官 因為你可能原本吸一口氧氣這麼多 你現在一樣的力道吸氣 那氧氣變少了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影響到其他內臟的發揮 那久了久了久了其實對我們來說 會變成一種疾病 這個是我們神經學的看法 就是說其實內臟是有可能 被脊椎的神經影響 因為它是連帶關係 我們都是往根源找的 一般我們看疾病 不管說胃啊還是說心臟問題 一般正常就是直接檢查內臟 然後看要怎麼改善內臟 可是我們的方向又不一樣 我們是找說 這些內臟可能往根源找是被什麼影響的 然後你就發現說肌肉很重要 那最後再推回到中間脊椎的神經 那就是說我們脊椎神經 我們是從脊椎來矯正 這是有一整套這個溯源的那個流程啊 你原本哪邊受傷慢慢找回來 再找回來再找回來 然後最後再找到脊椎 可是其實很重要就是這一個神經 所以胸椎T1到T12其實是影響很多 影響很多的內臟 這麼多內臟很難記嘛 我們提到題詞 其實我們盡量不要用記的 或是說 你有的話就直接去那邊看 可是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基本上 你的 哪裡不舒服 內臟哪裡不舒服 因為我們從前面看 直接往後對到正後方那個脊椎 你去摸一定會比較痛 或是比較有異常 最簡單的判讀方法 或是說我們直接促診 直接促診 胸椎 然後再往前對 看前面有什麼內臟 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要很詳細的話 就直接看圖最快 因為太多了 這中間就很多疾病 就沒有一個一個角 所以等一下 會直接來促診胸椎 我們促診胸椎的時候 一樣用他的 然後直接促診胸椎 我們畫就不要先一步畫 我們等一下一人發一張紙 寫在紙上面 OK嗎 有問題 沒有 好 等一下促診一樣 先找到T1 因為我們上次促診腰椎 是從L5開始 因為我們有個間椎 當這個起點 等一下胸椎 會大家先找T1 從T1開始往下摸 每一個人都T1要摸到T12 T1摸到T12 除了要摸到椎體之外 摸到椎體是最簡單的 因為每一個脊椎後面都有擠凸 一解一解的 可是我們摸這個一解一解 我們要知道他往哪邊跑掉 上禮拜講 我們只有分四個方向 凸出來還是凹下去 跟往左跟往右 我們只有這四個方向就好了 我們用這四個方向來看 就是 還記得 凹下去用什麼 基本上我一樣先畫脊椎 這個是 從側面看 假設這個 T1 T2 T3 T4 凹下去 凹下去 我們會打圈圈 凹下去打圈圈 凸出來 打叉叉 凹下去我們就說有一個洞 然後就打圈圈 我一樣就畫在這邊 等一下忘記的話就看A版 凹下去的話打圈圈 凸出來打叉叉 然後再來這個 從正後方看 左拳還是右拳 你就把 你就把圈圈或是叉叉記下吧 他還有一個上禮拜沒有講到 如果他沒有凸出去 凹下來 可是他要左右拳的話 用一個點 用一個點代表 等一下請大家寫在紙上 T1到T12 他會寫在紙上 帶大家判讀 其實 你們如果胸椎摸出來 幾乎你幫朋友摸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 這個等一下可以好好練習一下 等一下會帶大家 全部人都要摸到這個 椎體 就是這個 看你 看你如果 他是凹下去 在右邊的話 那你就寫右邊 凹下去在左邊 那你就寫左邊 這樣子 沒問題喔 跟上禮拜的一樣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說上禮拜 用這樣子 會比較不懂 上禮拜在找腰椎的話 應該都沒問題吧 會 這樣子會很亂嗎 應該不會 對那就一樣用這個方式 只是我們等一下寫在紙上 要從T12摸到T12 好 那 就直接到前面 肩胛骨 兩個肩胛骨 用這個模型看 找到肩胛骨的最上緣 然後直接封點連線 基本上那一節 會是胸椎第一節 有些人偏高 有些人偏低 可是胸椎 我們說大椎原則上 他會比較凸一點點 然後摸起來 跟頸椎的那個粗細 也會稍微有點不同 所以是分得出來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準 因為有些人他比較高 有些人比較低 那會有異常 可是大部分都可以從這個 金牙骨的上緣 然後找中心點 找到那個胸椎第一節 所以 來摸骨頭的話 先找到金牙骨 先試著 你們盡量手勢都差不多 不要說一根手指頭 這樣摸的範圍很小 一次四個摸這樣比較找得到 找到最高點之後 直接連來中心點 連來中心點 然後會摸到一個比較凸的 會摸到一個比較凸的 那個就是他的 大椎 就是胸椎第一椎 這是T1 像他是比較偏高一點點 再往上就整個凹下去 然後這個 骨頭也變比較細 那個就是頸椎 從這邊開始 一樣 其實跟腰椎在促整的方式 都是一樣 只是要請大家 請大家畫出來 然後就 就是 你們可以先 先在紙上寫1 先把12椎先寫完 然後照著上面的記號 寫 然後寫完之後 我們再 等一下就不一個一個 來促整了 等一下就直接 直接下去 然後大家開始 直接練習促整 然後會有老師帶著大家做 摸到之後 摸到之後 先要怎麼判定他 凹下去 還是突出來 這要跟前後椎比對 所以我都 三根手指頭一起摸 我摸到 我摸到一個椎體的時候 那個 骨頭幫我拿一下 謝謝 這個 我放一下 我摸到一個椎體的時候 我同時促整他的前後椎 這樣我才知道 因為不是說 這個凹下去 這不是椎體 每一個脊椎 都會有突出來的 這一個 這個急凸 然後我摸到他的時候 我同時促整前後 我摸到他的時候 我同時促整前後 我才知道他相對 其他椎是比較下去 比較上來 而不是摸到凹的地方 是凹凸的地方 是凸 這個要記得 所以促整的時候盡量 至少 上根手指頭病老 你看我們手勢都 上根手指頭病 在一起 這樣子促整 就很明顯 滑動可以滑動大一點點 要說摸到 然後就這樣子 很小 基本上我們 滑動幅度大一點 可以一次摸到前後椎 就壓下去 一次摸到前後椎 壓下去一次摸到前後椎 我摸到之後 我也才知道他下一椎在哪邊 我手過來才不會跑掉 這樣一椎一椎摸下來 一椎一椎摸下來 基本上一定要數到12 如果可以再驗證的話 你再往下摸上次的腰椎 是不是五椎 不要數一數少一椎 多一椎這樣子 剛開始其實一定都會 會找錯 沒關係 就練習一下 你如果腰椎摸得出高低 甚至你結束都數的沒有錯 基本上你幫人家檢查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可以拿這張圖去驗證看看 說大部分疾病是怎麼樣 假設我摸到這比較高 第一節是平的 第二節比較凸出來 那我就先做記號 可是一邊要知道他 往左偏還是右邊 我就說有可能往左 有可能往右 往左的時候 記得我手上 他脊椎是這樣子 我先摸他的右側 你換這邊的話 用拇指摸 拇指摸左側 用上根摸右側 這樣才知道他往哪邊偏移 知道意思嗎 我在促整的時候 促整到他 我先手過來這邊一點 手過來這邊一點 這樣子摸 這樣子摸 然後跟這樣子摸 摸他的兩側 摸他的兩側 OK喔 才知道他是往哪邊偏 因為他假設他偏成這樣 那我在這樣促整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樣突出來了 我會覺得這邊好像摸不到 好像很裡面 這樣就會知道 都一樣這個手勢 這邊三根手指摸 左邊用拇指促整 OK 第二節比較突出來 然後我試試看 左右比對 左右比對 我覺得他有點偏左 有可能他在中間 我說如果在中間的話 如果在中間的話 那你就直接畫在這個數字上面 他是偏左邊 然後突出來 所以我的第二節打沙沙 第三節 快速畫 第三節也是偏左 第四節還好 第五節 第五節比較高 他這個幾乎都是凸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凸 有些人他凹下去 偏左邊 第五節偏左邊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六節正常 第七節凹下去 第六節 都是偏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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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凹下去 這個這個 這個要記得 這個要記得 要怎麼做記號 我現在都寫在下面 是因為他剛好都偏左邊 如果偏右邊的話 是要畫在這樣子的右邊 三四 七 七凹下去 對 然後在第八節 第九節 第九節也是凹下去 而且都是偏左邊 都是偏左邊 所以如果檢查他的見尊 應該是會在左側 左側比較嚴重 如果他檢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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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對嗎 九 對九凹下去 左邊 第十 第十節 第十節是比較凸出來 左邊 一樣是左邊 你第十二節是偏右邊 凹下去 第十一節 第十二節 右邊 凹下去 好 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 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 驗證 這樣有問題嗎 這個做記號還不懂 還是說不知道從哪邊開始漲 好 再講 特別凸 特別凹 要不要特別標記 特別的凹 特別的凹 欸 是可以不用特別標記 就是我們 我們就先不要做 做那麼複雜的記號 或者說你知道的話 那你也可以寫他的牌名 例如說他最最最最最最突 你可能寫他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也可以啦 啊 可是我們我們先先簡單這樣子做完 就可以 啊一樣 再講一次 第十一節沒有 沒有 第十一節正常 然後 一樣 找到肩胛骨 找到肩胛骨的最高點 肩胛骨會會是一條線的 你看 你看這骨頭 肩胛骨他會有 會有比較凸的兩條 這個 筋胛骨會有比較凸的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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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筋胛骨 所以我在摸的時候 我從中間開始摸 慢慢的往旁邊摸 慢慢的往旁邊摸 摸到最高點 然後找他們的終點 基本上就是T1 對 真胛骨從中間開始找 摸到這一條了 然後找到最高點 他不能再過去 在外面就沒有了 那他的終點 這一節基本上就是T1 一樣用三更熟的時候併擋去摸 好我直接開始帶大家做 好我們直接開始帶大家做 這樣子比較清楚 第一個禮拜講的很烈 然後第二個禮拜講圓弧烈 那我再講一個烈縫 斜烈 斜向的烈縫 斜烈 通常都怎麼摔 直接先畫出來 我們直接命名 從左邊列到右邊 就是左斜烈 他從左邊開始左斜烈 從右邊開始右斜烈 斜烈就是斜向 他有可能列得很直 也有可能列得很斜 基本上都是斜烈 這個從界面上都搜尋得到 他會這樣摔 就是一個 有點側向的力道 就比較會 有可能撞這個角度 撞這個角度 也就是說 有些人滑倒 他滑倒可能是直接坐下去 可是有些人滑倒滑斜的 斜的這樣摔下來 就會有這種力道 這種力道 那就有可能很容易產生這種斜向的裂縫 所以我們稱為斜烈 等一下一樣從線對上找到這個 那斜向的裂縫 再來就不用講那麼細了 基本上 恆烈 恆烈的調法是 也有隨便一個先趴 對 不然 等一下喔 你好 你好 你趴好了 烈的比較嚴重 沒有沒有沒有 找一個 找一個示範的比較清楚一點 不是我比較沒有 讓你們 有在調的 感覺一下 基本上 裂縫會列斜向的 那 裂的時候 要怎麼知道 他是 S級 的斜裂 看他中間經過的點 我們間追從這邊 S1到S5 然後 尾1尾2 那他如果 剛好正中點 經過S2 那我們就說 S2斜裂 左邊開始 就S2左斜裂 右邊過來經過S3 那我們就稱為S3右斜裂 所以斜裂 你看這樣過來喔 他會有上半部一條 下半部一條 經過正中級之後 會有下半部一條 那 這個斜裂 我們剛才有說 對到胸椎是 看對到哪邊 假設他的 他的圖 剛才 剛才畫的 有寫的嗎 我這樣不出來 好沒關係 我先 先你們剛才摸得到的 這T9 T10 T9 T10有 比較凸 然後往左邊偏嘛 T9 T10對到 間追是 S4 S4 T8到T12 所以 T9 T10 基本上 8到12全部都是 S4 所以他 檢查 我們 沒關係 不一定 受傷在這邊 就一定 就一定有斜裂 檢查看看他有沒有斜裂 有的話 就試試看他 調他這個斜裂 看他有沒有一條斜向的裂峰 是經過S4的 先找 左邊 找右邊看看 左邊 左邊經過S3 這個不算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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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這個 US4的斜裂 可以調到右邊這條斜裂 你來摸看看這個裂峰 讓你試調看看好不好 好 讓你試調看看 你 你 基本上 我說 橫裂是這樣子 我們垂直他裂 那斜裂要怎麼摸 垂直他摸 基本上垂直他摸 比較明顯 基本上比較明顯 你們可以 試試看垂直他摸 比較明顯 另外一個就是直接 直直的去碰他 也可以試試看 基本上斜向 他有一條斜向裂峰 經過S4 S4喔 對對對 S4在照這裡 S4比較下來一點 所以你們都 都要先定位 欸 這裡沒有欸 但是這裡有 他有一條斜向裂峰 他這邊有一條斜向裂峰 剛好就經過S4在這邊 那你先調他的上半步 上半步我先跟你講動作 基本上斜向裂峰 他是裂量斜的 所以我們站位有點像圓弧裂 會站在會站在他的這邊 可是我們說圓弧裂是要有點往那個方向推 可是他斜裂 他斜裂並不是裂這個方向 他斜裂也是裂下去 所以基本上你在調的時候 正下壓 不要推 正下壓 像上次我們說圓弧裂是有點要這樣推過去 你正下壓 你可以的話 對診看看那邊 然後 那我會在那邊 對對對 基本上你觸診之後 對對對 然後 一樣試試看有沒有觸感比較好 來摸摸看他的T8 T9 T9 T10 比較突起來 尤其10特別突 我剛促整起來是這樣子 沒有東西 這個剛剛沒摸到 以9跟10 因為他等一下是要要S4 可是請教一下 那要找9 是不是剛才最快的方法 這個7過來 789 基本上 基本上 一開始最好 按部修班的照 亂掉 對對對 有時候你這邊也有可能亂掉 那是7 過來789 就三分就好了 從這邊也有可能 數過來也有可能亂掉 所以 他說這邊開始算 這裡 天峽谷底下 對 他的9跟10 還有人要促整看看 他的第9追 第10追 這樣追 他特別高 這邊感覺 這邊感覺看看 他這邊很高 基本上這邊 調了 會有深度下去 對對對 有深度下去 原則上 這邊一定會馬上放鬆 可是 有可能動一動就跳回來 要壓更深 多壓幾次 哇 他才會固定 他這蠻明顯的 好好先這樣 這裡 對對對 先這樣 再促整肌肉放鬆 就不準 你試試看 對準他 S4壓 等一下 你看 他斜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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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對準他的方向 你身體要整個站過來對準他的方向 然後基本上 基本上 對對對 慢慢的加壓 然後一樣感覺看看 有沒有深度 慢慢的加壓 有沒有深度 很滑 慢慢的加壓 會雙貨痛嗎 還沒 我還沒壓 我還沒壓 等一下 那你還問 我還沒壓 我還沒壓 好 那是壓囉 好 沒有 他那個點會滑 等下我再調一下姿勢 等一下 嗯 沒關係 你從從從從從來 基本上 你會站在他的 我想用五六手的 上來一點 要起來 好沒關係 好沒關係 我左手老是抓不準 右手就抓得準 你可以試試看 問他 有沒有痠或痛 撤痛 這個痠痛是感覺 在皮膚還是感覺 在深層 深層 我直接到深層 好 深度現在有幾分 現在有五分 對 好 看再繼續 他不會再越來越深入 對 現在感覺是 停住的還是有 越來越深入的感覺 慢慢的 一點點的 是有在增加的 不是完全停住的 那基本上 就是還有對到那個裂縫 還沒有對到那個真正的裂縫 因為我覺得他裂縫還更突然 那可能是其他的裂縫 可是我們講協戀 我們就先以這個裂縫為主 要讓大家摸看看這個感覺 然後去直接去調試試看 有在增加 那很厲害 基本上你也沒有一直加壓 我沒有加壓 對 如果有對到的話 就是這種感覺 他其實會慢慢的深入下去 不是說要用蠻力 用硬要去拉重加壓才會有深入 如果你真的有對到裂縫的話 慢慢就會有深入的感覺 就是像我剛剛問 他的感覺不會是好像停住 感覺是有一直慢慢的增加 那我就對著一個點 如果你體力夠好你就撐著 不需要一直加壓 他慢慢的會深入下去 現在有比六分更多嗎 還是差不多 大概做到半分 又多一點點 就是一直都有在增加 對 所以老師他不一定要左手 習慣右手也可以用 就是 就是我方便他也方便 就是說如果你要長期調的話 你兩手一定要練 不然一隻手不會壞掉 對 當然 那你斜線的話 那你到底應該要用什麼方式去推 對 基本上是正下壓 對 基本上是正下壓 那站的位置呢 站的位置 原則上對準他 對準他 他列這個方向你就對準他 他列這個方向就對著這樣子 或這個是比較好的方式 可是你看我上次壓 壓很列 我站在這邊壓 我也沒有真的對 對準那個列縫的方向 我出列方向是對的就好了 好 那可以來促整看看他 他的第九 第十 有這個這個就差很多 你剛才剛才有促整來摸摸看 這個這個不是肌肉放鬆喔 這是骨頭移動喔 因為我們都摸骨頭 不是摸肌肉喔 差很多喔 其實他的第十 因為他剛剛十真的很高 他剛剛十真的很高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一條就 一條就很明顯 對 所以基本上你們有對到 對到對的點 對到對的點 然後深度是有進去了 一定會有感覺 可是你如果 請他起來動一動五分鐘 可能又會跑掉 為什麼 因為還不夠 還不夠 還要再繼續調那個點 然後可能還有其他的列縫 互相拉扯 可是基本上一定就找得到 就是那個點 跟端材有差 對 這個就是 箭椎根源的部分 你如果直接去 矯正這邊的胸椎 這裡絕對不會有改變 可是你矯正他 他會改變 那就一定是證明他 他其實拉到他 如果這裡會不舒服 他其實是被這邊拉住 對 好 我對一個問題 你那個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摸 如果是這樣 那你會從 再來就下半部 你會再從哪裡 他就先下手 基本上上面調一次 下面調一次 不會是這樣 這樣慢慢調 你有時間的話 就會這樣子 有時間的話 就會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上面 下面 上面 上面 我們今天就這樣 上面調一個點 下面調一個點 有問題嗎 它是用比較凸的地方 先調 對 因為你摸起來 那裂縫 它就會比較凸了 有一些會用 凹的表示 可是非常少 如果有碰到的話 帶大家摸看看 基本上都是凸的表示 有問題嗎 這個斜裂 直接來操作 有問題就直接問